像是那個節目主持人 因為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裡頭有個未婚妻 她的未婚夫不見 然後 金春彰品偶然得知這件事之後 就對這個 因為她這個未婚妻 當然她的未婚夫不見 當然就會開始去調查 那時候沒有上網 沒有FB 沒有LINE 沒有E-mail 所以你只能不斷地去查訪 然後就發現 為什麼我要結婚的 論及婚嫁談好婚期的 為什麼 感覺是另外一個人這樣子 所以呢 剛好這件事 被金春彰品偶然知道 他們就用一個很小的製作團隊 跟陸宏茂 請他的一個長合作演員 而且不是大明星的 看起來比較平凡的人 像主持的方式 但是不是像那種什麼蜘蛛網啊 變色龍那種很聳動的 他就是帶著一個小團隊 然後去訪問 那個跟未婚妇有關的親友啊 什麼的 然後我還就發現 欸 未婚妻覺得我的 未婚妇不是應該是個憨厚的人嗎 可是沒有 這個人好像勢力又好色 然後呢 到最後甚至還發生觀落音 就是那種會附身這樣子 就是整個變成好像 我覺得他很像一種 綜藝節目 就是他會讓你覺得 欸這到底是真的假的 因為甚至就是 去問林美 然後去問林美 林美還附身 你都不曉得 那林美是跟誰 Sano好 是金春藏品安排的 或者是怎樣 然後到最後 未婚妻忽然就愛上 露口帽 就是愛上這個主持人 情感轉移 他整個非常荒誕離奇 但是他整部電影都保持一種 類似紀錄片偷拍的那種調性 所以他不會讓你覺得 像綜藝節目 那整個故事就會在一種 四甲四針之間 四甲四針之間 你就很想知道 到底最後會不會找到他 未婚妻 那我不會跟你說 就是 這是 紀錄片雙年展 他們2014年 他們做了一個專題 就是選全世界最重要的 調查訪問的紀錄片 他們選了大概全世界最重要六七部 那其中一部就是這一部 人間震發 金春藏品 他曾經花了八年的時間 在拍紀錄片 他整個中段 他不是像有些導演拍劇情片 也拍紀錄片 這樣問問導演 他是八年就完全不拍劇情片 就專心去拍紀錄片 因為他對人類選 對社會選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關心 他說他關心的是人的下半身 還有一些底層 他關心 所以我覺得 金春藏品如果要總結 他的列以四個字 就是下流人生 下流人生 那那個下流 其實不一定是低級的下流 而是一種苦難的下流 我覺得是一個下流人生 然後苦難的下流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部片的預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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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剛剛那個大島柴 失蹤人口 人間蒸發 那這是真的在社會報紙上有報導的社會事件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下一五點 好 接下來這一部是我自己這一次 自己最喜歡的第二名 可是如果要我說我覺得它是 然後這部片是你永遠應該在一百年內 不可能再看到像這樣子的日子的片 這是獨一無二的 甚至我覺得它一出成就 其實是超越小金安樂郎跟黑哲平的 黑哲平 小金安樂郎沒有拍過相當的電影 諸神的慾望 然後電影可以長長175分鐘 台灣應該其他影韓從來沒有演過 那男主角三國戀太郎 就是我們剛剛說他有演那個 我要復仇 然後演過之前 我們第一回演過的大陸春燒東西 他是佐藤浩世的爸爸 那諸神的慾望講的是在日本的一個領導 那個領導的 然後他那個是一個想像的領導 然後他沒有給你一個非常明確 當然看起來像是戰後的時空背景 可是那個領導 他們的基礎建設跟開放 落後日本大陸 就是日本的日本本島 他們在裡頭稱之為大陸 落後本島整整五十年半個世紀 那故事就從這個男人大概四十歲 然後他跟他妹妹之間 疑似有亂合關係 然後他妹妹又跟他爸爸之間 又疑似有亂合關係 然後他的兒子跟女兒 就總之這個男人 他的妹妹 然後好像他裡頭沒有解釋 他的兒子跟女兒是怎麼生出來的 然後他的女兒是一個 精神狀況不太正常 我們會懷疑是不是類似進行交配 然後就產生 才會出這種好像有點怪怪的 然後兒子是一個木納國人 然後不幻想要脫離這個島 去日本去東京闖天下的南海 然後他們這個家族是無師家族 是世襲的 在那個島上是世襲的 那那個島上所有的一切 都必須由無師去求神問苦去決定 那目前就是由這個男人的妹妹 去擔當無師的人 那男人的妹妹一方面當無師 一方面又是島上那個村長的情婦 所以他裡頭有非常多人 然後非常的複雜 然後可是那個妹妹又告訴大家 他愛的其實是 又不斷的去跟他哥哥說 他其實真正 他雖然是別人的情婦 可是他愛的永遠是他哥哥 所以這部片從一開始 就給你一種非常 這些人物關係好混亂 彼此有血緣關係彼此又想愛 然後有一天從東京離島來了一個工作人員 穿的西裝秘密 那那個工作人員 他是要來幫島內 因為他們那時候他們想要來開發這個島 想要來幫這個島 專門先基礎建設 比如說有水啊 然後要建機場 因為以前都要靠船 非常危險 那靠機有裝電力啊 就把這些文明帶進去之後 然後他們就 因為那是一個制堂場 就是他們在島上都產堂 遮堂 他們就想要去開發 然後那個代表 鎮上那個東京來的代表 就很不可避免的 就成為介入這個家庭的一個外來者 那我們不要告訴大家他愛上誰 就給大家自己猜 你就想 那整個故事就是在這個家庭 他們想要去抗拒 不想被 不想被入侵 這個家庭就是一個很封閉的系統 不想被入侵 可是又很像宿命一樣被入侵 那這就像日本有那種神話有沒有 一對兄妹其實是創世紀 然後他們必須要傳宗接代 日本也有這樣的神話 可是他們就因為他們必須要找到一男 這對兄妹哥哥要找到一個女的 妹妹要找到一個男的 才能傳宗接代 可是後來他們不行 那我記得那個神話最後好像是 妹妹就義勇成為另外一個女的 跟哥哥交配 然後就生下小孩 他們就整個血脈就延續下去 那他整個就是有點從那樣的一個 日本神話 日本的創世紀那樣 其實各位如果你有看過一些 原住民有些神話也是這樣子的 那他們就從這樣的一個故事 去發展出這個故事 然後這裡頭畫面非常漂亮 真的也是一種畫時代的構圖 然後整個音樂 他裡頭他透過一個 那個島上有個流浪藝人 然後那個流浪藝人就會不斷的 彈那種類似三千七那種舞調 然後就唱一些歌 然後那些歌就好像是 隱遇這個島的宿命一樣 這是一部史詩之作 是一部史詩之作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音樂 伍樹電影 然後它整個 它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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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他整个他是在通神拍摄 不过他在里头那个导游叫做通神 他是一个想象的导游 照例会出现很多动物 然后里头的像这个是风调的 看起来就非常像那种原始的 根基就是那个有值得把魏太朗试他喝的头 这是日本营币三国连排 也是七零年六七零年代最伟大的日本营 菜鹏 太八零年代最伟大的 最恐竜的 那组的 原始就叫做 是一会儿 你本身是连养的 我们有这点 那组子是哪里 它被托归 何IO 那组子是不给你 你以為何要打得到哪個損壞的想法 你以為何要打得到哪個損壞 這是村長還有男主角的妹妹 也就是那個舞女 他應該出場於他的舞女妹 重現是你 我代表軍无名的 都や去找一下 不是说 你命 小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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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哭 公园 不接 人生死亡 以死亡 bird 人生死亡 我就是 我只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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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是在那裡 阿茶 阿茶 阿茶都同樣的 阿茶和阿茶 阿茶交代 我只是在那裡 他在那裡 但是 我只是在那裡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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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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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植物上的洛强小说 它是根据真实新闻事件去改写而成的报告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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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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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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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